你们好,我是Yo,又是我,LiteGame,大型戒技光枪游戏系列又来了 在开始游戏之前,先来解决一个问题 很多人用模拟器打开这种大型机台的光枪游戏会发现,根本玩不了 要么准性不会移动,要么就是没有踩踏板的按键 无法站起来蹲下 有这个问题的朋友都可以看一下这部影片 影片的传送本就放在下方资讯栏 今天开启的是一部我小时候对他毫无兴趣的光枪游戏 GoGo13,骷髅13 主角是一位狙击能力超一流的杀手 1999年摔到炸掉的光枪游戏 每一次开始关卡之前都会用漫画的形式来说剧情的故事 我看不懂乐于,也没看过骷髅13的动画或漫画 所以对骷髅13没有情怀,所以就全部scape掉了 我小时候在街机厅是有看过这一台机台的 不过小时候觉得这一台机台玩一次就要投两三个币 而且每一罐差不多都是一发子弹,一发子弹 小时候并不了解他有什么好玩 而且隔壁的光枪机台只需要两个币 虽然不打击的是什么游戏内容 但记得的是使用机关枪的 而且开枪的时候还会有物理震动的回馈 枪会不断的震动 敌人的数量也很多,就站在那边疯狂的扫射 所以那时候身为屁孩的我,当然就不会选择玩具机枪了 比较搞笑的是,在体验这个游戏,在录制的时候 都会莫名其妙的憋气瞄准 然后才按下发射键 每次发射子弹之后,对方中弹的场景 都会以三种不同角度来回放 玩的就是一种成年人的帅气 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如果某些关卡狙击失败 任务失败的话 并不会让玩家重新挑战失败的关卡 而是会直接跳过去下一关 所以想百分百完成所有任务 就只能重新在第一关开始了 没有看剧情的话 一些关卡还是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要射高跟鞋啦 要射小提琴啦 还会有模拟坐在船上吗 飘来飘去的感觉 需要去抓节奏来射目标 最后一关是要在现实的时间内 消灭掉全部敌人 而且有的敌人还会卡在最后一秒出现 我试了好多次才成功 成功之后 还要玩家在两秒之内 使用一发子弹 来击中直升机 才能算是通过最后一关 评分的话 一不好玩 二有一点点缺陷 三合格 四优秀 我会给3.5分吧 如果可以直接重复挑战失败的关卡 就给4分 我是又 又是我 订阅我 一起来回忆被接机支配的童年吧 FMUZU LIFE 是我的另一个频道 为聊游戏以外 其他的各种话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